昨天在上海罗湾体育场,进行了一场足球赛,虽然这只是一场无关紧要的友谊赛,却因为几个老熟人的出场,吸引了许多球迷为观感,绝齐红笑不出来,脸上的肉怎么都荡下来了?40岁的男人,不是应该还可以吗?怎么回事? 岁月是杀猪刀案话说,有点像天书,奇坛里面的狐狸老太齐红以前的这帮人里,唯一一个帅的,现在老了脸型,都变了也黑了,深思很平易近人,逢赵都笑有点苍老,但是远看没什么大变。 齐红和刘月齐红,和深思范志义和罗忠旭话说范大将军,越来越像毛孟达的军手那个,是朱棋吗?旁边那个是变军?当年徐根堡站场边,大叫的变军,变军,长这样了。 范大将军还是,那么有点凶凶的,二十多年前只看参花,连伪球迷都不能算,但还能记得五号范志义,九号齐红,十三号毛一军,五号程耀东,十四号深思,四号吴成英,十五号武兵,十号刘军。 美人耻目,英雄老蚁,残酷又壮烈记得,范志义深思辰,光耳身花吴成英一直提左路卸辉齐红成要东张勇,还试着想撞大看台上,一道叫跟宝草包楼叶成来,电视里摇头晃脑,在2001年的十强赛上,齐红打进三球,是国足队内最佳射手。 米卢曾经这样评价,齐红是我在中国见过的,最聪明的球员,现在在看到他的近照,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,可惜了啊,当年那么有灵气的一个人,我心中永远的深花,十四号中场,发动机任意球大师至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,再普通不过的中年大叔啊,1995,在学跟宝的墙壁为战术下,夺得了奖A冠军,范大将军携手学指泪洒赛场, 虽然二十多年过去了,人已经换了好几波,最后也加了一条丝带,但他还叫上海深花,那扛起那副肩膀走路的样子还是一样强大的气场,大气十足那一支球队,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,那一个又一个风花雪月,激情四溢的赛季,是我们共同拥有的记忆。 有一部,关于1995深花的记录片,没看过的,可以在沉温下,那时的深花对清一色上海人,蔡建林,于伟亮,新峰,吴承英,程耀东,范志毅,变军,朱祁,齐红,朱九,吴冰,毛义军,深思,谢辉等,他们全部进过国家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